好 接着看到南区复理箱玉里镇是重要的米仓 那么其道座下月中旬就要收割了 但是呢偏偏却遇上了康瑞来势汹汹 那么两地的农民第一次遇到二旗座抢碎风 连续来利用与世控档下来抢收 忙到三更半夜都傻眼 怎么这时候还有台风啊 收割机不断在稻田来回穿梭 11月中旬可以收割 但现在却碰上康瑞台风要来 就怕灾情让努力辛苦全部泡汤 农民赶在台风来袭前收割 将损失降到最低 有些事情别人的可能其他来在池上 或是在玉里抢割会这样子 南区复理箱玉里镇是重要米仓 二旗到座下月中旬就可以收割 却遇上康瑞来势汹汹 两地农民第一次遇到二旗座强碰台风 连日来利用雨室空档下田抢收 忙到三斤半夜 农友表示没想到台风来的那么快 连夜收割农民靠天吃饭 台风一扫就完蛋了 在气象等不确定因素 没跟个五甲以上成本不会平衡 更不用说赚钱了 只希望老天爷帮帮农民 记者高双双张明泰 不理箱采访报导